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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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我女朋友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们不合适 我困了 我先睡了 我 我是真的喜欢你 相信我 做我女朋友吧 这个号码 真的能回答我所有的问题吗 那能不能告诉我 我要怎样才能追到我的女神 潇潇 请告诉我 我和一萧能不能在一起 你们是天生一对 你们当然会在一起 她只是个普通追求者 你们这什么态度啊 这件事情很严肃的 那还不是因为一萧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追求者太多了 一萧还不同意呢 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 我只是觉得这个人有点太可怕了 连我家在哪儿都知道 一萧 我觉得 你还是小心一点好 有什么事去找我们 我知道 对了 明天晚上有我的演出 要来看啊 演什么 罗密欧与朱丽叶 保证到 我明天四方餐馆还有事 我尽量小朱丽叶 下课 好 今天朱丽叶怎么一天都没来 打电话也没人接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现在想想 她那天那个追求者太热情了 有点担心 你给她打个电话呗 不行等会儿晚上去她家 她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小剧场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啊 对啊 那我们去小剧场找她 嗯 帆帆是不是也回去了 好像是 我特别爱吃 我东西 Astrid 人游弄装raft 哪儿 您都 vaccines Past 快来 很冷 莫 ד Em e 喜欢喝酸奶 你要不要这么夸张啊 他吃得完这么多吗 喜欢不就好了吗 原来泛泛喜欢喝酸奶 是 你们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反正我知道他心里有我 请坐这儿 不靠前一掌 这儿 这儿 感觉还挺好的 我也不知道 你想喝什么 所以我每个口味 每个品牌都买了 这 也太多了吧 秦阳呢 秦阳他去后台找一箫了 说是一天没找到他 有点担心 怎么了 没事 我们等一箫上台吧 这么多吗 他真是白骨 这就是 我来自家理计的 questions 一会儿 所有人都可以 自己的 再发 人们临死的时候 王王反而心中觉得愉快 庞观的人便会说 这是死前的一阵回光返照 难道这也是我的回光返照 我的爱人 我的妻子 虽然死亡已经吸走了 你呼吸中所有的芳蜜 但是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带走你的容颜 你还没有被征服 我 易小已经上台演出了 快回来吧 你的脸庞傻 醉唇傻 依旧偷着红润的美艳 今晚试验这一段吗 不曾 我记得彩排的时候 让那灰白的死亡 这后面就是罗密欧和多久自杀 没有朱莉叶的戏了 我还想看看朱玉霄 演得怎么样呢 现在没得看了 那要不我们走吧 走走走 走吧 提博尔特 你也裹着那血淋淋的恋青 躺在那儿吗 你的青春 已经被杀害你的人夺走 我现在替你报仇来了 我要亲手杀死那些 杀害你的人 原谅我吧 兄弟 我 我 有什么样的 我 真的 不是 就是 你 我 是 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在一起 是 是 你看清楚了 那个是朱丽霄 不是你的朱丽叶 我要的就是小小 连他也说我们狠牌 他是谁 放开我 芳芳 看着一笑 小小 小小 你醒醒 一笑 一笑你醒醒 没什么事 安眠一一笑过去就好了 好好休息 好 谢谢医生 谢谢你们 不然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什么样了 主要是秦阳了 总之 你没事就好 一笑 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 我记得我回到家 然后就晕倒了 这个林翰 我们第一次在CS见面的时候 他也挺正常的呀 我也没想到他能变得这么骗气 警察说是林翰被你拒绝之后心有不甘 打了心愿号码 用了里面交的方式才会导致他这么极端 都怪我 我不该给他电话号码的 这个号码 会不会和高入文有关 之前的老板啊 人家走运 买了张彩票 中大奖了 这不是把这电盘给我了 回家过清闲的好日子去了 云气这么好啊 我都没有中过奖 听说室友 高人指点 什么高人啊 玩一个什么游戏 对 是 能得到一个电话号码 我经常买漫画书 那家店的老板 也是打了这个号码才撞的彩票 好 云香 你刚出院就让你过来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这是我从之前那个游戏价家那儿买的 应该没错 万恶的资本主义 那你们想好怎么引他出来了吗 要不我们直接打电话吧 不好 万一高入文知道了 肯定不会出现的 所以 还是要以林翰朋友的口吻 给他发消息 约他出来 我来 你好 你好 我是林翰的朋友 我知道 你可以帮我实现愿望 但我想 见你 可以吗 好了 他同意了 这么简单 会不会有问题啊 明天下午三点 安宁大道 时光里 咖啡厅 不行不行 太危险了 你不能去 可好不容易的机会 我肯定要去的 不行 要不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四个人一起去 刚好有个照应 同意 要不这样吧 反正是以短信的形式 不知道是男是女 我跟晴阳去跟他们见面 你们俩 刺激而动 就这么定了 芬芬 高如文 认不认识我 我真的不确定 现在的高如文 认不认识你 而且 我们去沈医生家的时候 也不确定她在不在家 有了 好 你们这么害羞干嘛 真的挺好看的 你们俩这样不去做模特 真是可惜了 这就是你们想的办法啊 是啊 我们俩都认不出 高如文 肯定认不出 犧牲小伙 成就大伙 抬头 挺胸 收腹 自信点 我看这个秦晓阳 倒是有几分姿色 不如 就受备我们的天生大丫鬟 诺 好 怎么还演什么你这人 就开个玩笑嘛 不过趁跟你穿上女装 倒也是如花似玉嘛 把似玉去了 说什么大实话 如花是吧 如花是吧 你 站住 你 你 你 我就动手 别 disability 你 你 我 不 record 我 都紧了 快 incremental 来 有人发来消息 说明天想见一面 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要见我的人 那 那你要去吗 去啊 去看看是谁 顺便 打楼下那位去晒晒太阳 我也一起 我们一起太容易引起怀疑了 听话 在家等我们回来 走 没关系 门 我们不不尊敬 你怎么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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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人还没来 他还会不会来啊 别着急 也许人已经到了 再观察 再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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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世佳 没人啊 新元号码的主人果然是高如雯 再去问问沈世佳 一休 快起来 没事吧 没事 对不起啊 我没有拦住他 不怪你 是我们太倾敌了 沈世佳的状态很像是被催眠了 高如雯居然连自己的爸爸都不放过 以后他还会害更多的人 要不我们报警吧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面之词 我们要真的找到证据才行 你们这么快就换好衣服了 我还想要去找你 我还想多看你们穿会儿女装的 是啊 我也觉得女装很适合你们 凡凡都说喜欢了 下次我们再穿给你们看 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不过今天 我们算是拔来了 也不算吧 至少我们的推测是对的 要不 我们再逼他出来一次吧 高如雯现在应该已经提高警惕了 再把他骗出来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要不 那今天我们先回去吧 先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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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